感谢您收听今晚的夜听 今天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你是一名上班族 不管是在单位还是在公司 你问自己一个问题 如果你自己是老板 或者是你的领导 你会愿意聘用现在的自己吗 如果非常乐意 那就继续这样做下去 坚持做好自己 如果相反 你都不愿意聘用自己了 那就应该去反思 你自己当下的行为 不怕聘用没有工作经验的人 但最终放弃的 都是那些没有工作态度的人 无论你是谁 毕竟工作当中偷奸耍滑 做事情阴奉扬为 当面工作积极背后消极代工 看老板干货 是收入做事 事事斤斤计较于眼前利益得势 这些事情 再会伪装的人 都是骗不过自己的 到最后连你自己都不愿意雇佣自己了 你怎么让你的老板重用你 你怎么会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未来呢 其实这些话 不是说给你听的 是说给我自己听的 前段时间 我离开了原来的单位 我觉得自己有点混日子的状态 那个时候 如果还是那样的状态下去 是对单位的不负责任 也是对我自己不负责任 如果你混日子 对不起 实际上是在混自己 如果在公司里面混日子 你能黑老板多少钱 可是 你如果在公司几年不好好工作 荒废了几年不上镜 几年后 你怎么办 年轻的时候吃苦这不算什么 老了 还要吃苦 这才是最可悲的 今天这期节目 送给所有努力的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节目请关注夜庭微信号 我是小哥 晚安 每一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